凱密騰峰在今天凌晨登入台灣 在登入之前 在花蓮的外海一直打轉 而首當其衝就是在摘後 震後之後要復興經濟的花蓮 無疑是雪上加霜了 特別是仰賴光光的 東大門夜市這幾天 也沒有辦法營業 也被風雨摧殘到滿目窗裡 幸好沒有人員的傷亡 從畫面上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攤商的身材工具 都被強風吹翻了 而路上都是鍋碗瓢盆 店面更是破爛不堪 儘管這個店家在災前 就已經做好了防災的準備 但依舊是不敵無情的風雨 東大門夜市如同廢墟一般 店家只能無奈的等待風災過後 才能進行善後的修復